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中国成立之后啊 中国人民当然想和平啊 想过好日子啊 打了那么多年 28年武装斗争 可是人家打上门来了 国家要不要保卫 进而说 世界和平要不要这个宝贝啊 我们打 我们是被动的 人家欺负上门来了 这叫自卫的正义的战争 50年的时候 侵略朝鲜的美国军机不断轰炸侵略中国东北领空 轰炸周边 边境 乡村 关于这件事 如果中国的大量的记载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 那有一个人写了一本毛泽东传 作者呢 叫瑞贝卡卡尔 他呢写的毛泽东传当中关于这件事情 有一个专门的说法 大家知道 毛泽东的研究知道今天世界各国的热门的课题 永远会是热门的课题 2010年的时候呢 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研究所 中国问题专家 她叫卡尔女士出了她新出版的 关于毛主席的一个最新的传记 被评价为是迄今为止涵盖新成果的毛泽东传记 关于这个抗米援朝战争 它里边这么写 他说 正当新中国以主要经历 抓建设的时候 被迫卷入了一场战争 注意 是被迫卷入了一场战争 美国人 美国人怎么认为 所以我们讲长吉虎 我们讲抗米援朝 我们怎么讲 怎么说 甚至我们内部什么争论 那是一回事 来自于太平洋对岸的 人家怎么说 他说 这场发生在南北朝鲜之间的战争 本来是一场朝鲜内战 起因是二战结束之后 朝鲜根本就没有实现和平 说他这场内战的原因是二战打完了 但朝鲜半岛没有真正意义上独立 还因为美国向台湾的国民党提供军事庇护 中国共产党当然警惕国内任何反革命的活动 新政权刚刚诞生 他们想卷土重来 对吧 潜伏的特务 准备迎接老蒋派人来 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美国对朝鲜战争的介入对中国是威胁 那是严重的威胁 是直接的严重的威胁 你在中国边境上狂轰乱战 那当然在美国今天的传记作者看来 共产党政府认为 美国介入朝鲜战争的意图就是为了入侵中国 如果在那个时候你站在中国的立场上 不能这么看 过去几十年了 美国的学者认为 中国当时的这种感觉是准确的 美国政府很多声明也透露这种迹象 比如华盛顿 华盛顿当时支持老蒋的中国游说团 竭尽全力把美国朝这个方向上 引朝这个方向上推 当美国人逼近亚禄江的时候 美国有些参议员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是主张动用核攻击 攻击中国的 推翻中国共产党的 推翻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所以毛泽东传的作者认为 毛泽东看到了情势急迫 因此才在10月8日发布命令 中国就此出兵 全面介入朝鲜战争 当然论述就比较多了 很多很多了 大量的细节 我这个节目容易说得很长 别人都说别人就说几分钟 那是因为人家概括能力比较强 说你一说就说20分钟 还说不明白 那是因为我们脑筋不行 事实上 我们说的还是提纲协领 说那么一点边边角角 真正的情况比这个复杂的多呀 毛泽东传这本厚厚的大书 涵盖了最新情况 关于毛泽东当年 为什么要出兵朝鲜的问题 10月8号发布全面命令 那就是因为美国传递的信号 朝鲜拿下来 朝鲜是跳板 目标是中国 目标是共产主义 这瑞贝尔卡尔的毛泽东传 现在咱们有这个什么呀 有这个有这个中文 有中文译本的 湖南人民出版是2013年版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本书在第13章当中 就是朝鲜战争及其共产主义 在中国以强硬姿态出现 这么证明这一章里边 专门写道说也许共产主义 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 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北京的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 对伟大目标的追求 这种追求总是深深的藏在 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之中的 这种追求在一个世纪的屈辱和失败之后 被恢复了力量 统一的感觉复活了 但是呢 但是在没能在1947年和1950年间 迅速从华盛顿撤退 在台湾海峡中立化 以及越过三八线等等 美国人对这种失败不甘心吗 因此 美国人认为 共产党中国剥夺了美国 为适应远东的力量对比 激动的余地和调整的余地 就算是不发生朝鲜战争 在一段时间之后也有可能 那各种可能性都是有的 什么可能性 那反正是美国对于新中国 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充满了敌意 老蒋 美国人也骂他 骂是骂他不争气 骂他800万军队美食装备 美国人支持你 你居然呢腐烂到这种程度 根本就提不起来 但是我痛恨你 我骂你 我觉得你不争气 并不意味着 我呢就放弃我们共同的立场 什么共同立场 绝不能让中国统一 什么立场 绝不能让中国变成红色中国 所以美国人这样的意识形态 美国人这种地缘政治战略 朝鲜战争 给中国以直接的威胁 中国人感同神兽呀 这本书还认为 共产党领导下的 觉悟了的中国的革命利益和民族利益 注意啊 是革命利益加民族利益 跟美国的遏制政策 美国是遏制共产主义 有尖锐矛盾 美国扶持亚洲的 所有的反共产主义的政权 这是矛盾啊 朝鲜战争促使这个国际力量对比 突然出现 那在这样的一个力量拥衡 增添了新的政治上的 情感上的因素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就不会有朝鲜战争 中国人民军军出兵朝鲜 这样的事情 可是你不出兵行吗 作者说从朝鲜战争演化出来的 新的力量对比 包含着两个主要的成分 第一个是中国在远东 以强国姿态出现 打出来了 那么弱 轻步兵啊 步兵是步兵 中武器没有 轻步兵 打出来了 把联合国军逼到三八线 签字 第二 在北京 在莫斯科 华盛顿之间出优于朝鲜战争的这个停战 结束 出现了一个新的模式 这个女作者我还挺佩服的 她还很有历史的大的格局感 作者说 北朝鲜的战役啊 是中国军队的一个大国作战 所赢得的第一次伟大胜利 美国人都这么看 因为你太弱了 因为美国人太强了 美国人两次大战都打胜了 揪兵汉将 而且人家联合国军 人家航空母舰 人家飞机 人家武装到牙齿 中国制空权一点都没有 轻补兵 那居然美国人被打得丢盔卸甲 就算打了个平手 弱势的一方 那叫胜利 一个扫地僧把你的武力豪杰 给你打了个遍 那什么感觉 那当然是伟大胜利 连美国人都承认 中国人在朝鲜战场上 所赢得的是什么 是对大国作战 赢得第一次伟大战争的胜利 那不是一个大国 是一堆工业化国家扎堆 叫中国人搅他一个稀巴烂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 鸦片战争揭开了 现代中国的序幕吧 一直是人家打我们吧 这个胜利对于一场 国际战争的结局 具有持久性的影响 这话翻译到今天 就是说一仗打老实了 一仗定乾坤 一仗就换来几十年的和平 现在朝鲜 什么状态 停战状态 朝鲜战争没有结束 还是个停战 那怎么不打呀 美韩不天天都演习吗 核潜艇 航空母舰 美国今天力量更强大了 打伊拉克打西里亚打阿富汗 怎么不打朝鲜呢 不能不说和当年的抗美援朝 这场伟大的战争 中国人说话算数 中国人不为强敌打出来的这种的威风有关系 抗美援朝鲜战争 标志那时候还是罗斯福 罗斯福战事的时候 说要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 获得令人啼笑 劫飞的部分的实现 中国确实成了大国 不过跟老蒋没关系 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了大国 毛泽东的继承者 现在中国稳稳当当的世界第二 朝鲜战争以来远东的力量 就是共产主义阵营 在亚洲大陆上 陆军 然后这个美国作家写的很有意思 他说呢 跟基于岛屿环线上 所形成美军的相互对视 美国当然是海军空军 大陆的中国 大陆的力量 然后呢 环着这个 环着这个中国的这个岛屿 那都是美军 空军海军 对质 对质多少年 以下这么多年了 朝鲜半岛 东南亚成为两个阵营 政治斗争军阵营 军事斗争的阵营 之所以朝鲜战争 中国人民解放军 变成中国人民志愿军 出兵朝鲜 这一仗非打不可 我们还可以从 爱森豪威尔政府啊 在朝鲜接触之后 继续反对任何 与中国有关的缓和 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 美国是敌视中国的 敌视中国 无所不用其极啊 包括军事手段 军事手段不行了 接着 接着这么干 更大的 新的遏制计划 就没有停下过了 大家知道 1954年9月的时候 杜勒斯创建了一个 东南亚条约的组织 对不对 东南亚条约的组织 是一个在中国周边 组织的一个叫做 反共产主义集团 在美国倡议下 组织起来的 这个区域性的防务联盟 除了这个政治遏制之外 艾森豪威尔政府 还采取战略性的 贸易禁运措施 经济上封锁中国 最新的眼目前的事 是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 亚洲成立 小北约 拉着 拉着这个日本 韩国不愿意 那里拉着韩国 干嘛 继续封锁中国 美国人没消停过 美国人只要 就是要扼杀你 但是从新中国 那时候 我们弱到这种程度 到今天 我们强大到这种程度 美国人一直 没有实现 他们的战略目标 特别颜色革命 在中国搞颜色革命 想像苏联那样 把我们中国拉倒 搞成颜色革命 也没有奏向 美国这个作者 说无论是美国人 美洲人 欧洲人 还是日本人 只要是 从美国做生意的 都不允许 从中国进行 商品和贸易壁垒 华盛顿 他当然希望 希望封锁 会削弱中国的经济 封锁中国 封锁会打 中国的经济结构 完蛋 中国的军事结构 完蛋 整个共产党的政权 瓦解掉 这是书里边 具体写的内容 当然现在你回头 再看书里边写 当时艾森哈威尔 他这些设想 一一落空 美国人整个落空的过程 就是中国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 大踏步前进的过程 与朝鲜战争之后的 美国外交政策不同 中国不是说 我为了强硬而强硬 是你欺负到我 我没办法 中国没有对西方 采取一种强硬的 武端的政策 美国这位作者 他发现了说 中国呀 跟华盛顿打交道 尽管华盛顿 从各个方面 试图颠覆中国的政权 军事不行就政治 政治不行就贸易的 贸易的技术的 中国共产党 保留了美国的某些利益 1954年到55年之间 周恩来一再敦促 美国直接对话 以求改善两国关系 但是当时国情就杜勒斯 对周恩来的接近 不予理睬 甚至周恩来伸出手去 杜勒斯就拒绝握手 这是很失礼的 他们美国呢 表示说我们要拒绝 和一个邪恶政权打交道 那时候他们把中国 视作邪恶政权 从杜勒斯把狂热的反共分子 大家知道卡尔金兰吧 卡尔金兰把他派到台湾 出任大使 就当时驻台湾大使 就所谓驻中华民国大使 卡尔金兰这个家伙 是一个跟这个蓬佩奥差不多的 一个疯狂的变态的 极端的这个反共产主义分子 这个家伙呢 断言叫金兰断言 他说除非在共产主义阴谋 旗帜下窃取中国 夺取性的政权 被一个真正的中国的政府所取代 亚洲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 什么意思 这话什么意思 就说除了老蒋回来 亚洲就不会有和平 就美国这种态势 这种军事压力 只要有力量就捏死中国 这个不会停止 他说的是实话 他的意思就是老蒋在中国复辟 老蒋要回来反共大陆 后来反共 台湾人不唱吗 反共反共反共 后来是变得越来越笑话了 反共啊 我到台湾去的时候 我一看台湾 转一圈 屁大个地方 兜一圈 这么大个地方 然后反共大陆 那时候我就对 我原来对老蒋 我是不佩服的 那我就开始佩服老蒋了 弹丸之地 就这个地方 你把岛上的人都煽动起来 然后反共 反共你个头 反共你个光头 反共你个鬼 但是美国人从来没有放弃这种念头 直到今天台湾一个中国的问题上红线 美国人不是一再踩红线吗 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希望老蒋在中国复辟 这种观点在五六十年代啊 是美国是这么想 这个当时呢 台湾人呢 是这么拉着美国 对中国发生一系列军事对抗 都和这种当时的这种态势有关系 所以抗米援朝 你说能不打吗 关于抗米援朝的这个必要性啊 说的最好的还是我们的毛主席 1950年4月27号 毛主席在和周时钊谈话的时候说 说现在呀 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东北 如果他真的把朝鲜高垮了 就算是他不过雅禄江 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他的威胁之下过日子 你要进行和平建设有困难 所以我们的朝鲜问题 如果置之不理 美帝必然得寸进尺 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 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 他要把三把刀插到我们身上 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头上 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上 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 天下有变 他就从三个方向来进攻我们 那我们就被动了 我们的抗米援朝 就是不允许他的如意算盘得逞 看看上面那些美国学者的论述 在冲门毛主席当年跟张时尚谈话的时候 把这个事情讲得这么平白 分析得如此深刻 中国为什么要抗米援朝 这道理不是明明白白的吗 所以今天那些公知们 戚戚扎扎戚扎 跟那个半夜的老鼠嗑东西一样 说抗米援朝错了 抗米援朝不应该打 列师们是白牺牲了 这儿不对 那儿不对 这些东西 有其必然性 他们必然这么说 但是这叫什么东西 这叫意识形态斗争 这叫什么东西 这叫历史虚无主义 很遗憾 历史虚无主义这种东西 今天依然甚嚣尘上 有一个叫S教授 关于抗米援朝不该打 抗米援朝错了 等等等等 每一步都不对 每一步他都有独家视角 上帝的视角 俯瞰毛子东 俯瞰彭德怀 我是对今天这位S教授 依然这么活跃 深深的不解 我觉得这是一种 今天意识形态斗争 非常可疑的一种现象 抗米援朝战争 改变了亚洲态势 我们从我们的角度看 我们要总结的东西 非常之多 这个东西我们不熟 我们很熟悉的 做了大量的东西 但是知己知彼 你看看太平洋对岸 美国人参加战争 无数美国人 他们对这事怎么看的 我下集接着跟你说 好 再见